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大人负责吃喝玩乐 而小孩负责洗衣做饭 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些听话的好孩子 在来到这里之前 他们都是一些熊孩子 而其中最调皮的 就是这个七岁的小女孩宝儿 她经常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 但她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因为大家都忙于自己的事 忽略了对她的关心 为了引起家人的关注 就开始调皮捣蛋 可家人并不理解 认为她就是一个惹人烦的熊孩子 就在圣诞节这天 宝儿把烟花挂在圣诞树上 可已不小心把圣诞树弄倒了 并且把所有的烟花都引燃了 就这样 宝儿再次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当妈妈正在打扫残局的时候 宝儿再次勾到剧 把妈妈吓了一跳 对于今天的事情 全家都很生气 于是就让宝儿在帐篷里面壁思过 在餐桌上 大家都没有胃口 他们抱怨着 别人家的孩子都是乖巧听话 怎么他们家的宝儿 就是一个超级熊孩子呢 于是全家碰杯许悦 希望自己家的宝儿 也能变成一个好孩子 就在这时 没铃声响起 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一个巨大的礼盒 打开礼盒之后 发现是一个和宝儿 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并自称是来自好孩子国度 来到屋内 好孩子宝儿拿出一瓶魔法喷雾 无论喷在哪里 都会变得焕然一新 有了这种喷雾 大家再也不用干活了 随后就在家人身上喷了一下 身上的衣服 瞬间变成了崭新的礼服 好孩子宝儿还给家人 准备了各种礼物 就连家里的狗狗也有份 看着如此懂事的宝儿 家人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就这样 他彻底代替了熊孩子宝儿 成为了家里的新成员 而真正的宝儿 则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他自称是好孩子国度的管家杰哥 他把宝儿带到了好孩子国度 又把他改造成一个好孩子 在这里 孩子们每天都要努力工作 大人却什么都不用干 顿顿吃着大鱼大肉 而孩子们 只能吃大人吃剩的食物 这里的孩子都穿着一样的衣服 就连发型也是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 就是身上的编号 并且带着他四处参观 经过了解 宝儿这才明白 原来这里的孩子 以前都是熊孩子 只有变成好孩子 才会被送回去 而在这里 更是重返了形状古怪的监控 这种耳朵形状的 则是监听器 宝儿很好奇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听话 旁边的二号女孩告诉他 在这里没有人敢偷懒 大家每天六点起床 然后去打扫卫生 因为有齿轮卫兵监督他们 一旦发现不听话的熊孩子 就会被带走接受惩罚 二号把宝儿带到了宿室 并且告诉他 在这里一定要守规矩 然后给了他一本书 顺便介绍的 都是如何做家务 而在宝儿家中 好孩子宝儿给家人制定了 严格的作息时间表 几点起床 几点工作 都要按照规定的时间 只要那种想起 奶奶和妈妈就必须做好早饭 稍微不合口 就让他们重做 时间一久 大家都受不了这种生活 甚至开始怀见 那个调皮捣蛋的宝儿 而另一边 在好孩子国度的宝儿 天天打扫卫生 他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偷偷跑了出去 不知道跑了多久 宝儿来到了一个废弃游乐园 这里到处都是废弃的游乐设施 就在他四处查看的时候 齿轮士兵追了过来 宝儿赶紧躲了起来 看着齿轮士兵从他身边走过 以为没有发现自己 可刚爬出来 就被发现了 然后被这些士兵抓了回去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 所有的孩子都要乖乖听话 如果有不听话的熊孩子 就会受到惩罚 熊孩子宝儿被带到了女王面前 女王警告他 如果不变成好孩子 是不能离开这里的 可宝儿却发现 女王就是抓他来这里的杰哥假扮的 看到身份被拆穿 杰哥恼羞成怒 为了保守秘密 于是利用机器清除了宝儿的记忆 记忆清除之后 宝儿彻底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而另一边 家人实在受不了了这个好孩子宝儿 既是家中的宠物大喵和小汪 也开始怀念原来的小主人 于是根据宝儿的气味 找到了通往好孩子国度的电梯 来到了好孩子国度之后 大喵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魔法师 听到他的遭遇 于是利用魔法 保守他变成了人类 困境了好孩子国度 可当大喵找到宝儿时 他已经失去了记忆 没办法 大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过多久 其他的好孩子发现了异常 大喵被抓了起来 送到机械博士这里 为了验证大喵的身份 博士拿出了一面透视镜 发现他居然不是人类 而是一只小猫咪 而博士对猫十分过敏 被吓得差点晕了过去 最后 面对大喵的威胁 只能放了他 并且告诉他 如果让宝儿恢复记忆 到了晚上 大喵找到了宝儿 并且让他恢复了记忆 根据博士的信息 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女王 被杰哥关了起来 所有两人从杰哥那里 偷到了地牢的钥匙 打开地牢之后 顺利救出了女王和其他的孩子 他们来到广场 可已经被轻除记忆的孩子们 根本不认识女王 就在这时 杰哥假扮的女王 也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让齿人士兵抓住他们 危机时刻 大喵睁开绳索逃了出来 他找到齿人士兵的控制中心 直接把他破坏了 下一秒 所有的士兵全部消失 严害大师已去 杰哥准备逃跑 可以表心 把所有孩子的记忆 全部释放了出来 一瞬间 所有的孩子都恢复了记忆 最后宝儿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你就是那个特皮捣蛋的熊孩子 如果你家也有一个熊孩子 你会不会把他送到好孩子的国度 去改造一下呢 我们批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云上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